我买房找邱瑞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邱瑞 我身后这套房是在安娜 这个就有故事了 2020年的12月份还是11月份 12月份我们来到这个小区准备订房子 当时这个小区只有这一条街是有view的 当时卖28-9万我印象中 这个户型是29万多万 应该是4加22100来尺 然后我们说车出租应该是不错 然后当时就把订金付了 当时订金付的很少 我觉得1两万块钱还是几千块钱 反正很低 然后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 在这个社区订了 订完之后他就开始涨价 就建商恶意涨价 说29万肯定是不行 然后我们现在材料费也涨 你知道2021年发生了什么吗 对吧 然后就涨到31、2万吗 说你要不要 然后呢 我们其中我们这个社区当时定了 应该有六七个吧 然后有一些客人说 就要有一些客人说建商太欺负人了 然后我们也给他们说 我说如果你现在答应了 后面这个建商还可能还涨价 可恶的是我们竟然猜对了 然后当时我们也奉劝我们很多客人 我们说如果是这种态度 我们就不要这个社区了 我们去换别的嘛 然后现在有两个 Melissa的建商 一个是安娜一个是Melissa建商 都涨价了 然后当时我们试着去找那个 试着去找那个律师 律师说哎 在这种情况可能打不 也不是说能打得赢打不赢 这种情况得按小时收费 这按小时收费就是意思 你就一直往里扔钱 至于扔到哪一天不清楚 直到打赢了为止 我靠律师把钱都赚完了 打赢的有什么 有你跟华尔街啊什么乱七八糟 搞知识产权打架的这些人 牛逼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 行不行 我们就掉头就走 因为时间太宝贵了 但是你去打仗的时候 去找律师最后全让律师把钱赚了 这是第一次涨价 后面又涨第二次第三次 最后这个房子从29万一路涨了三到四次 涨到39万 那这也是从头开始盖 我们因为这个小区还有其他的房子 有一些他们就涨了可能两次 过户了 就过户了 然后这个一直涨涨了39 但是现在这个社区的 现在目前这个房价大概在45左右吧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大概十二三个月的 不是14个月的时间 从29万涨到大概45万 就是相当于30万就涨50% 一年多的时间涨50% 我们简单看一下 更可笑的是啥 更可笑的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户型 在Selina 我们最早还有同事订 然后也有客人订 我们从40多万一路订到59万 就是一模一样的户型 只是位置不同 所以我给你讲土地的价格 还有就是说这个涨涨还好 这个是60尺的涨涨 来我给你们讲怎么看 因为房子是40尺 你们会看对吧 这个车库20尺 跟车库一边带20尺 然后这是这是它的survey的线 在这中间 所以这儿是10尺 我有10尺这么高吗 反正是反正就这个意思 这边是10尺 那边也是10尺 所以加起来这个涨涨是60尺的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真的是太crazy了 这种户型 我觉得我们之前路过不少 反正当时买了很多 现在也买 只不过现在价格真的是 你现在达拉斯说30多万的 只要位置稍微好一点 30多万根本不要想 好一点位置说40多万50万也不要想 好进来这是个2加1 然后这个租客已经租到 我们租多少钱 2275 2275 2275块钱 其实可以租更高 对 我们想弄个便宜一点 然后尽快租 所以这个房子挂牌收盈多少个 780个吧 780个 然后接到offer多少个 6个offer 其实转化率并不高 6个offer 6个收到offer 我们就收了一个6个pacation 我们收了一个今天刚刚租客见面 然后把钱拿上了 所以做个记录 好这些全都是木地板花纹的地砖 然后看看洗衣房 这还可以做一个柜子是吧 洗衣房带水池 这当时我们升级了 聪明啊 洗衣机烘干机 带抽屉啊 这些都是soft clothes 不是 他有些有批次货是有些不是好奇怪 还有一些柜子里面不是白的 有一些柜子里面是白的 他橱柜建商也一直在 橱柜的供应商一直在换 车库他现在全都是这种 tankless的水汽了 所以那个都在外面 然后spinkle都有都是好的 都没有问题 没事不管了 他这车库还低就房子高 然后这还有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卧室 可以当什么 他当时改成卧室 但是你依然可以做书房 因为这个closet 然后blinds我们是过一段时间啊 现在在定 现在等个blinds时间太长了 是吧 这没有没有不是soft clothes 这个柜门就不应该做什么 尤其他不是soft clothes 底下应该有一个call的地方 他这是没有call的地方 啊有gas 然后燃气灶 抽烟机排在外面 然后这个这个灯 看到没有 这灯灯这还给掉了 外面是他们好多为的漂亮 把外面做成这个 这个不锈钢板 里面还是塑料的 所以中烫不中用 是吧 firefly style 这里面没灯啊 这里面没灯 洗衣机的管 这些都ok的 这是客厅 然后中间 这是餐厅 餐厅给你配两个灯 但是也没有掉灯啊 壁炉 是可以直接打开了 没气没通是吧 没接没 哦接了 我们这是用的建商的 还是我们自己的 转过来了怎么样 转过来了 两个星期没转有点过分了 两个星期他们应该自己就已经接了 这边是主卧 自然光 现在是吧 很舒服 浴缸这底下也不是MOD10 也不是水泥的 是塑料的 两个龙头的洗手池 中间有个柜子 抽屉 这个是配这个 它给你弄成玻璃的 有抽屉还是好用是吧 过来这是 OK都OK 反正最后我们这个buyer坚持下来了 实际上他的决策是对的 如果当时二十多万 你当时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是2020年的12月份订的 比如说到三月份 他已经调两次价 调了三十四五万了 可能我忘记了 那因为时间有点长 然后当时如果退出来 然后你再去买 比当时市场 他们家还是最便宜的 所以他们家一直是卡着 卡着这个点 这样一点一点 这样能够的 当时我们就看上后院的景 因为对面那个落特别宽 对面应该是八十一百落 然后全都是那种特别宽的房子 但是一层不是高级房子 只是落的宽 对院子也挺好 是吧 很舒服 就是那个白石头 总感觉都是建筑垃圾 刚才租客来说 哇 太安静了 So quiet 然后门口就小学 走路可以到 一碗面的功夫 就可以走到学校了 所以整个户型厨房 你会看到还是很漂亮 是吧 就是大面积的橱柜 这样做过来 白色的 还有现在这个颜色 他们做的都很好 所以没问题 哎 还专贴的也还行啊 这个砖真的是难贴 你别看这些小的这些 我觉得比那大片的难贴 好吧 就这样 所以如果你还喜欢这种类型的房子 可以底下点赞留言转发 然后我们也可以帮你买到合适的投资房 呃 跟建商沟通是一个工作 也是个艺术 确实需要很多精力时间 然后我们当然也有很多失误和犯错的时候 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往前走 这就是翱翔美国地产 我是邱瑞 我在达拉斯等待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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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